長生 富士康科技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劉揚偉 共同為富士康新事業總部揭牌 去年四月 裁風光宣布 新事業總部在鄭州成立 如今鴻海旗下富士康 又跟河南省政府簽訂合作協議 將在鄭州投資新台幣四十五億元 推動電動車 儲能電池與機器人產業 不過在台廠陸續撤出中國的時間點 鴻海卻又逆勢加碼投資 讓人物理看花 富士康二零一零年 在鄭州成立工廠後 短短十年就成為全中國最大的出口貿易公司 貢獻河南省進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六十 不過二零二三年河南總計出口五千七百六十一萬臺手機 比前一年下滑百分之十四點五 富士康部分手機代工生產線 高機率已經從鄭州撤出 紅海集團面對紅色供應鏈 絕對不會是等在那邊等他們追上來 我們要跑得很快 這個手機的產業 我們這個市占率還是持續的領先 劉揚偉今年平平到印度拜訪總理莫迪 去年更公告投入近五百億元 在印度擴建廠方 今年蘋果高階Pro系列機種 更將首度在印度生產 打破比亞迪搶單傳聞 蘋果也計畫未來三到四年內 將印度生產 iPhone 的比例 從百分之十四提升到二十五 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奇蹟可危 三地新聞 許國恆英力挺綜合報導